这个也是我们从健康换回来的一盒桌游 零能侦探Paranormal Detective 这个也是一直在关注 但是没有舍得下手的一款桌游 通过这个Mass Trade 我也把它换到了 而且是全新的一份 那么就来赶紧开开看吧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说明书 感觉也是一个规则 不是很多的这种派对游戏 然后就是屏风 一二三四五个屏风 正反面好像是一样的 就是画 然后这边有一个版图 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个点这种字母的boogie board 通灵用的嘛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上面居然是顺序很奇怪 QEAUYI 跟我们平时的顺序不太一样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这么一摞牌 大的牌 小的牌 六根游信笔 两根这个绳子 就没想到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堆是M板 然后就空了 我们先看这个 M板是有12345的M板 应该可能跟玩家行动顺序有关系吧 还有四个这种小小的这种token 以及还有这种血量一样的这种小token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种小的可插写这种板子 背面有个这样的灵魂的感觉 然后这边应该是五个这个灵魂侦探的一个计分条案的东西 就有封信 然后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 感觉就单纯的超高纸的感觉 但可能有别的用途吧 然后这边还有五个板子 应该是每个玩家一个可以自己记录自己这些信息 也就是你要帮这个灵魂找凶手 就有一定这个推理在里面吧 剩下的呢 我们拉近看 两根绳子有点莫名其妙 大家看一眼是啥 白绳 感觉就是硬硬的钢丝绳 除了这个白绳还有跟黑绳 然后这一摞牌 先看卡贝 这些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开始好像就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三张像是法术牌一样的 以及这边有黄色的法术牌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么这边有另外一种蓝色背景的牌 好像有点像那种塔罗牌一样 有这个the full的empro 就是不同的塔罗牌的感觉 这就非常的灵能侦探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牌就看完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个东西 大一点这个牌 案发现场的背面 是不是不同的受害者 等于就是每个受害者 有一个按键的感觉 就每一关的设定不一样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灵能侦探 我们也看完了 我们也是会第一时间去玩 聊完之后呢 我们也会在咱们去聊 那么杂摊里面见 拜拜